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贝多,我们来了! 旅行者,派蒙 看你们俩的表情,莫非没有收获? 查是查了,也有注意雪山各个地点 但没看到和你很像的人,也没听说有人遇到你 不意外,我这里进展也不大 对方似乎意识到我们在侦察,不再有那么明显的举动了 但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我从山上一些地方找到了脚印 虽说被积雪盖去了一部分 也依然能看出来,是与我体型相似的人所留 脚印数量不少 接下来,恐怕要逐个排出在雪山上活动的冒险家 跟冒险家打交道的话,我们也许能帮上些忙 那现在我们是… 哇,什么声音那么响 似乎是从那边传来的 难道是那个冒牌货出现啦 嗯,快走 啊 石头 嘴 嘴 怎么还有脸 division 喂,刚才石头好像动了一下,是摇晃了一下吗? 哼,真是无望之灾 怎么还是你们啊 没法否认哪,毕竟我们可是在这一带赚了好几天 刚才还遇到了帕拉德,就是那个,那个有些冒失的家伙,你认识的吧 他说自己倒霉,我就教了他一些冒险家生存虚致 然后他一溜烟的,继续参加活动去了 你们不会到现在为止,都没抵达山脚营地吧 哈哈哈哈,如你所见 也就是一些山崩,积雪崩塌,跌下斜坡之类的事而已了 值得铭记的人生经历 总之,确实还没到过营地 这几天太倒霉了 就像冥冥之中有股力量在阻挠我们 幸好我事先把杰拉德安排在了安全地带 让他进行一些基础体能训练 对不起,这些事得怪我 我的运气一向很差,留在我身边也会被我传染 抱歉,让你们遭受这么多额外的麻烦和委屈 唉,我都不知该怎么说了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力量吧 还是大家都很害怕的那种 嗯,确实 对啊,早就习惯你这个样子了 再说,我们自己的运气也谈不上多好 真的吗?我觉得你们运气比我好多了 那,那怎么办?要不这样吧 我把我的运气分一点给你 我的也可以分一点给你 虽然这几天好像也不太多 大家 好,有了大家的运气 我们一定能走下山的 对,一定没问题 留个寻宝鸭印测试一下 嗯,反面 跟我猜的刚好相反 这个东西能用来预测运势吗 而且你猜错了为什么还那么高兴啊 它有正反之分 每次都有一半的概率猜对正反 运气的本质是概率 也就是说,只要把不幸的部分用完 剩下的就都是好运的部分了 举例来说,只要扔压印失败 就等于是消耗掉了不幸 接下来遇到好事的概率就会上升 喂,他说的话完全没有道理吧 你为什么不批评他呀 各位,我刚才猜压印正反猜错了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成功回到营地 该不会 我来试试,这条路准备错吧 哇 哎呀 屁股好痛 这里怎么会有块碎冰呀 太奇妙了 简直是不幸的奇迹 我一般不信这些 但班尼特是真的厉害 安博 以后如果你遇到必须跟班尼特搭档的工作 碰上类似情况 可别轻举妄动 等我支援 哎 好 好的 被旅行者这么一说 好像是有点累 走山路也很费体力呢 既然各位都感到疲惫 不如先到我的营地休息一会儿 搞得我都困了 现在只想喝一碗热乎乎的汤 美美地睡上一觉 哎呀 突然好困了 再这样下去 安博会在雪地上睡着 各位 行动起来 我们去阿贝多的营地休息一会儿 整装后再想办法下山 哎 哎 哼 到了 各位请自便 哦 对 忘了营地里没有那么多把椅子 请稍等 他在干什么 画画吗 是在画画呢 画椅子 等等 画完用炼金术变出实物吗 还能这样 我的作画可以视为一种蓝图 然后用炼金术将制造过程省去 只是一种很低级的技巧 历经足够多的研究与实验 这类技巧 甚至可以拓展到生物的创生上 哦 既然能变出椅子来 那我想要靠背椅可以吗 可以 有多少人要靠背椅 我 我要我要 我也要一张靠背椅吧 那我也要 那也比跟你几板凳好吧 哼 真的有椅子了 天哪 好方便 我都想住在这里了 如果你需要 如果你需要的话 今晚住下来也没关系 离吃晚饭还有些时间 各位先休息吧 我去照看炉火 怎么能让埃贝多你一个人忙碌呢 我可以帮忙 请让我帮忙吧 再耐心等等吧 晚餐前还需要做一些准备 没想到你对颜料真的很感兴趣 此前 为了模拟雪花晶莹的质感 我尝试将冰雾花磨成粉末 混入白色颜料之中 画面的效果 撑得上令人满意 不过存放起来 就要小心 如果你想亲自试试的话 即使到现在 我也无法完全掌握雪山上的威胁 但我会努力保护你的 请你相信这一点 真想回答你一句 我很好啊 但你是我重要的朋友 我应该坦诚 最近 我在思考一些问题 比如生命与创造 我认为 在得出基本结论前 就贸然与你讨论 给你带来的困扰 会远多于好处 等我厘清自己之后 我会和你说的 不用担心 能有像这样微炉夜谭的机会 对我来说也很难能可贵 不深入参与对话 只是我的个人习惯使然 准确地说 你明白我享受这个氛围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你想和我多聊几句 也不是不行 这个营地名义上是我在使用 没想到雪山上 也会有那么温馨的时刻 对于雪人啊 但安伯却说什么 我摆出来的雪人 自是太有艺术感 不知道这家伙是在夸我 还是在嘲笑我 总之这仇我记下了 我对雪山的环境已经 可这次又是带领后辈 又是和安伯他们集体行动 都是些我生疏的事情 这都接下了 不好和静则是不行的 这就以后再清算吧 我们 我一切正 比起我 你不如多去找安伯 班尼特他们聊聊 他们不太适应 雪山这种话 你跟阿贝多都能找到 那么多话题 我想 你一定很擅长聊天吧 就以这种话术去沟通 教教他们雪山生存法则好了 是我吗 我 比你跟阿贝多都能找到 那么多话题 如果你问的是班尼特 我差不多也习惯他的情况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别想太多 趁这个机会就好好歇一歇 雪山上的夜晚 会很长的 这时候要是有杯冰镇的酒 就最好了 别在意 你忙你的就好 是不是该去帮帮忙呢 哦 你是在问杰拉德的事情吗 听说优拉小姐 已经为她制定好了一整套训 虽然是新人 但有这样可靠的前辈带领 一定会很快成 啊 都是我不好 一直在给同伴们添 平时倒霉点也就算了 在雪山这种地方 我真担心会出什么事 不好 不该说出来的 我嘛 嘿嘿 还是老样子 是那个你熟悉的倒霉蛋 但只要梅韵没有将我打垮 有这样冒险的机会 我一定要加倍珍惜才行 嘿嘿 不好意思啊 又把你们卷进了这样的事情 之前 我和骑士团的几位不是很熟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之后 大家能力出众 人又善良 哦 对了 之后也和我说说 你是怎么让那么多优秀同伴 您 嘿嘿 之前 我和大家能力出 哦 对了 之后也和我 没关系没关系 等一下 营地里真暖和呀 乔尔他呀 有人陪他玩可开心了 我甚至觉得自己的体力都不如他呢 孩童的时候 总是在玩这件事上 有用不完的经历吗 雪山比我想象的更加危险 即使是西风骑士 身处这样恶劣的环境 也得不过 有这样一段特别的冒险经历 对我来说 其实 陪乔尔玩的时候 我也特别夜失踪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到 但至少我要好好表现 成为优秀的侦察骑士 你问这个 没关系的啦 优拉人很好 虽然嘴上未必会承认 但他是不在班尼拓的话 也是能给阿贝多添了麻烦 倒是 不过 大家能够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嗯 辛苦了 你也休息一会儿吧 他试问 暗门 我大概想得到 肥患 我还是在房子里面 你找不着 在房子里面 两个房子里面 你还劲着 到底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他减手 给我留一点 喂 啊 吃饱了 很好吃呀 阿北多太谦虚了 这些菜一点儿不比餐馆里的美食逊色表现金术士都这么会做饭吗 说不定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我也觉得是这样哦 你看他拿烧瓶的手那么稳 就知道他做菜也不会乱放银和胡椒啦 很有道理呢 吃饱了就困了 班尼特是保持着坐姿睡着了吗 肯定是累坏了吧 睡姿也很 有警惕性 不赖 睡得很香呢 不知道他会不会说梦话 老爹 我不要吃苹果了 我要吃蜜甲胡萝卜尖肉 喝别人吐司 蜜酱胡萝卜尖肉 安博 是你喜欢的菜吧 是啊 我最喜欢烈鹿人的蜜酱胡萝卜尖肉了 旅行者你知道吗 我刚认识幽兰那会儿 经常带他去猎鹿人吃饭 后来沙拉一看到我们的脸 就会直接把我们尝点的菜下锅 他说我们老是点一样的菜 他都背下来了 然后还说要是蒙德城里每个人都能像我们一样点菜 他的工作会好做得多 只要把大家爱吃的菜背下来就行 你们总是一起吃饭感情可真好呀 我和这家伙也总是一起吃饭 大概这就是友情的象征吧 不过是一起进餐而已 不能说明什么感情问题 一顿和很多顿还是有区别的吧 我发现了哦 友拉每次不想承认什么事的时候 就会把下巴仰起来 或者两手插腰呢 哼 原来大家都发现了 哼 友拉的特点果然很容易捕捉呢 既然已经是休息时间 我可以自由活动了吧 那么各位 我还要去冰湖一趟 是我先失陪了 这么晚还要去泡冰水澡吗 等等我 你不是要睡觉吗 留下休息吧 还是陪你吧 这么晚了 周围又黑 你认路的本事没我强 我们一起比较好 冰水澡 真厉害啊 烤肉 这么大一块 老爹 我没问题的了 我已经是冒险团团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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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尼特这家伙 木画可真不少 好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自由时间了 大会画时间了 二位 想好画什么了吗 不用问 肯定是最好的伙伴我了 嗯 不过最好换个地方 留在这里 可能会打扰到正在休息的班尼特 我们到外面去吧 好好好 画板画纸画笔颜亮 统统带上 别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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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蒙 别摸 啊 啊 嗯 别摸那个机关 否则会 哎 这个人到底在做什么梦啊 嗯 就在这里画吧 我来摆一个优雅的姿势 供你参考好啦 喂 你那是什么表情 不要质疑我 快点捕捉我的精髓画成画 画完我还想拿去挂在家里呢 有气室是件好事 我很期待你的作品 那么先从头部开始画吧 在你心里我一般是什么表情呀 哎 我在你心里是这样啊 嗯 算了 先把之后的部分画完吧 下一步画身体吧 快快 画出你心里的我的样子 哎 总觉得不会是令人开心的作品呢 我甚至有点紧张 我看看我看看 哎 这是什么 你 你怎么说你好啊 真是的 明明线条很流畅 布局也很专业 可为什么把我的神态画得这么蠢 流畅 专业 还有这个眼神 眼神很普通啊 没有灵魂 旅行者 你以前在其他地方接受过相关美术教育吗 什么 你是发自内心把我画成这样的吗 特别 难道这是你眼中的可爱吗 有点不服气 但好像又无法反驳 原来如此 如果派蒙觉得这幅画不够理想 我可以帮着稍作修改 旅行者 你觉得呢 好了 派蒙 这样可以吗 这 这 完全是重画了呀 这么优美的我 真的是我吗 艺术加工是美术的重要构成 这句话的意思 并不是说你本人跟画作有什么不同 而是你们呈现出了不同风格的美 画作的基础来源还是你 所以派蒙 你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收下这幅画 挂在你喜欢的地方 哇 谢谢你阿贝多 我只是做了些小小的点缀 要谢 就谢旅行者吧 虽然我确实差不多重画了一幅 嗯 越看越喜欢 真好 我也有自己的画像了 下次我要把它带出去炫崖一头 没什么 下次有机会给你也画一张 挂在家里 就当留个纪念 很少会有这么多人 一起到我的营地来做客 很热闹 甚至有点吵 但我不讨厌这样 在这座雪山上 在这座雪山上 热闹实在是太难得了 天亮了 去跟大家会合吧 可不是 在这座雪山上 没什么 这座雪山上 还要抓到 你不认识 我还要注意